到底到底伊波拉是什么 今年开春以来伊波拉显然比欧普拉还红 但这个拉你知道它吗 伊波拉是一种致命的现状病毒 就是长得像一条线的那种 而这种病毒第一次爆发是在1976年 刚果的伊波拉河附近 因此被命名为伊波拉病毒 而当年的疫情因为病毒致人于死的速度 比传播还要快 因此在短暂的爆发之后 伊波拉就销声拟击 这一次西非疫情的源头 是一名几内亚的两岁幼童 这名幼童在去年12月 可能因为接触了蝙蝠或猴子 也可能是碰了被病毒污染的水果或针头 因此受到感染 染病之后短短的4天 小孩就病发而死 他的家人也陆续因为染病而死亡 幼童一家人刚好住在狮子山 赖比瑞亚跟几内亚三国的交界处 参加幼童以及家亲属葬礼的人 将病毒带回自己的村子 之后开始陆续传出病情 一直到三个月之后 官方才确认他感染的是伊波拉 由于西非民众不了解伊波拉的传播途径 照传统当地的民众会亲吻 拥抱尸体 结果造成染病的几率大大增加 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民众 对政府缺乏信任 不愿意把患者送到医院救治 留在家中安置的结果 大规模的传染完全无法避免 伊波拉可以在人类跟动物之间相互传染 主要是透过患者的血液唾液或者是精液等 目前没有飞沫传染的证据 而初期患者会出现高烧 倦怠肌肉痛等等 接着会呕吐腹泻皮肤诊还有出血 发病的后期病患会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而死 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大约是2到21天 这个时候身体里的病毒还没有传染力 但只要一出现症状 就能够开始传染给其他人 这就是伊波拉 不用太过恐慌害怕 但还是得提防它